品世间美酒交天下朋友 大家好,我是何以建德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中国白酒12种香型的第三种 尖香型 说到尖香型 它最早是由湖南的白沙叶 推出来的一种白酒 因为它的香型比较独特 所以说后来国家在制定 白酒香型标准的时候 就特意设定了这一种尖香型的白酒 也就是说它具备两种以上的香型的 这种白酒称之为尖香型 但是现在市面上基本看不到白沙叶了 但是在湖北的白云边 以及平霸窑还有口字叫等等 很多品牌都有它的尖香型的白酒推出来 今天我要跟大家品尝的这一款 就是小狼酒的尖香型 它是龙头酱为这么一个特征 我们来品尝一下这款小狼酒 它的尖香型到底怎么样 倒一点点 首先我们来闻一下它的香味 确实入鼻的话是那种浓香型的香味 很浓 基本上闻不到酱香型白酒的香味在里面 完全被浓香型给盖住了 我们来尝一下它的口感怎么样 入口的话是很浓的这种浓香型的香味在里面 但是到了后面 这个酱香味能够体现出来 我再尝一尝 确实是浓头酱 前面的那个浓香型的特征很明显 到了后面你能够感觉到这个酱香在口香里的停留 后续的这种味道完全是就是酱香型的 这个分界点很明确 这款酒喝起来很不错 确实是这个精亮的 比我之前喝的那个小狼酒 普通版的要喝很多 我觉得还行 喜欢这种浓酱煎盒的 可以选择这款小狼酒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关注点个赞 谢谢大家